自从疫情全面爆发以来 往返中美两国的旅行 成为了广大赞美华人群体的心头大患 本想着疫苗普及 疫情退去 两国之间将会恢复通行 可没承想一套变种病毒 让疫情更加无法受伤 而就在这两日 中国驻美使领馆再次发布 最新版的境外回国人员的隔离政策 不仅没让回国变得简单 相反以后华人想回国更难了 由于当前美国疫情形势相当严峻 所以中国方面采取了 非紧要非必要不履行的政策 在这个政策下 不管是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 还是取得入境绿码通行证 都让大部分想要回国的人往上却步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能够从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 以及相对应负责派发健康码的使领馆 截止到9月份 有7家航空公司 9条航线可以直飞中国 分别是美国航空的AA-127 由达拉斯飞往上海 驻美使馆负责审批 达美航空的两条航线 分别是DL-283 比特律飞往上海 驻芝加哥总领馆审批 以及DL-289西雅图飞往上海 由驻旧金山总领馆审批 美国联合航空UA-857 由旧金山飞往上海 驻旧金山总领馆审批 中国航空CA-988 洛杉矶飞往北京或天津 以及CA-770 洛杉矶飞往深圳 统一由洛杉矶总领馆审批 南方航空CZ-328 由洛杉矶飞往广州 同样还是驻洛杉矶总领馆审批 厦门航空的MF-830 从洛杉矶飞往厦门 还是由洛杉矶总领馆审批 最后一家则是东方航空 纽约飞往上海的MU-588 驻纽约总领馆负责发放健康码 而关于新冠疫情的检测 中国目前实行的依旧是双检测制度 同时必须前往大使馆指定的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并且必须在直击日期的前两日内进行检测 所谓的双检测 即胭视子或鼻胭视子核酸检测 以及采用静脉采血的S蛋白LGM抗体检测 而在S蛋白检测中还有一个变数 那就是针对接种疫苗的检测人员 如果出现了抗体阳性 则分为两种处理方式 接种灭活疫苗的 也就是中国大陆提供的科兴疫苗等类别 可正常申请健康码 但必须上传疫苗接种证明 而如果接种非灭活疫苗的 比如美国推行的辉瑞mRNA疫苗 则需要加测N代白LGM抗体 然后将所有检测结果连同疫苗接种证明 共同上传才可获得通行健康码 说起新冠疫苗 这次回国政策一项最大的更新就是 驻美使馆不再为接种疫苗未满14天的乘客 发放健康码 例如 您的接种证明显示于9月10日 完成辉瑞疫苗的第二剂接种 请于9月25日 还当日后申请健康码 早于9月25日的申请 则无法获得健康码 此项规定包含所有需要回国的群体 不管你是持有的是留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 或者还是绿卡 由于回国航班数量限制 很多朋友想到了从第三方中转回国 关于航班中转 大使馆也给出了明确规定 首先 从美国返回中国的旅客 必须搭乘直飞航班 驻美使馆不会为经过第三国转机的 复华人员发放健康码 而从第三国经美国转机的 则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该第三国有直飞中国的航班 则大使馆不允许从美国中转 如果第三国没有直飞航班 则经美国中转时 必须持有始发国的双检测结果 尽管如此 驻美使馆也不会百分之百发放通行证 这还要取决于该始发国疫情的综合形式 由此可见 中国方面的原则上是只接受直飞回国的旅客 而如果确实没有直飞中国航班的始发国 在转机过程中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很有可能无功而返 除此之外 这份最新的回国政策声明 还点名批评了很多绿卡持有人 原文是 目前仍有大量持绿卡人员 平凡赴美虚身份 对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抗疫工作 增加额外压力 驻美使馆再次提醒疫情期间 国际旅行的特殊性 强烈呼吁继续坚持 非紧要 非必要 不履行 如因个别 不顾公共利益 导致疫情进一步升级 复华双检测要求 可能将再次调整去延 这段话术 可以说是给长居美国 持有绿卡的花人沉重的压力 仿佛中国政府希望你此刻 做出一个二选一的抉择 要不然放弃美国绿卡 好好待在中国领土 要不然就保持美国身份 但暂时就不要回国了 相信这个选择 对于很多持有绿卡的家庭来讲 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异性当下 中美两国何时才能恢复 以往的自由通行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观看